于观影中穿行 品人生之百味 你好 我是秦岚 您的私人电影导游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由真人真事改编的韩国虐心电影《回家的路》 平凡的夫妻经营着自己的喜事行 日子虽然过得平淡 但是还算幸福 可是这样的生活随着朋友的到访为之打破 丈夫背着妻子给朋友做担保 没想到朋友在之后自杀了 一家因此背上了巨额的贷款 之后黄毛过来说 只要能帮他把一袋晶体带到法国 就会给他们四百万的报酬 本来已经打算接受的丈夫 在得知必须要女性来完成后 已然决然的失去了 可妻子实在不忍心 女儿童自己过着穷苦的日子 为着丈夫答应了 之后妻子在法国的案件处 因为运送毒品而被抓获 丈夫知道后第一时间来寻求警察的帮助 但因为是异议案件 警方表示是否抓到主毛黄毛 才能为妻子脱罪 而另一边联系到的驻法大使毫无作为 房东也将交不起房租的二人赶了出去 曾经幸福的一家三口 在这一刻仿佛被全世界抛弃了 丈夫将女儿寄托在了姑姑家 自己再次踏上了拯救妻子的道路 另一边 妻子被转移进了监狱 并受到各种欺凌 因为语言不通 这位妻子的脱罪增加了更多的难度 小黄毛终于被抓到 并在法庭上说明 妻子对这次运毒并不知情 只要审判结果出来 就可以释放妻子 只是一项懒散成性的机关单位 把审判书压在了柜子底 导致审判书和过期文件一同被销毁 苦苦等不来结果的妻子 在期间经历了各种折磨和欺辱 之后因为长期没有收到审判结果 妻子被批准不拘留审判 她在第16个月之后 终于拨通了丈夫的电话 丈夫知道了妻子的遭遇 挂着牌子在政府门口喊冤 她的遭遇也被传到了网上 迅速引起了政府关注 然而等来的却只有 驻法大使虚伪的问候 并奉劝妻子好好待在这里 看看异国的风景 别给自己再添麻烦 绝望的妻子忍受不了现实的残酷 选择自杀 另一边依旧没能取得进展的丈夫 也决定用过期的方式 点燃自己 远发社会舆论 从而得到正常的关注 这一切都被一家电视台的导演 看进了眼中 并帮助丈夫跨越万里 来到妻子的身边 两人抱头痛哭 而驻法大使则在记忆者的盘问下 手足无措 于是再次来到妻子住处 进行威胁和恐吓 电视台导演也面对着巨大压力 可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公开采访结果 在被关押两年后 妻子终于得到了公正的审判 最后得以回归故土 回到丈夫和女儿的身边 电影《回家的路》 根据发生在2004年10月 应在韩国引起轰动的一起真实事件改变 对于政治上的事 我不想做过多的评价 我只想说 那些我们曾经以为枯燥无畏重复的生活 其实就是一种幸福 最后求一波关注转发 我是晴蓝 我们下次见 拜拜